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 一分钟命运言语 各位 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讲话来讲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因为你讲得好的时候 会非常的怎样 让人家喜欢你 你讲得不好的时候 会让大家非常非常的讨厌你 所以各位 我们要知道讲话 讲话是什么 讲话他就是一个食神 食伤 食伤 他会导致官杀 这是我们常讲的伤官客官 所以讲话会得罪别人 讲话会引起反感 就是伤官客官的一种特点 但是食伤也能生财 所以 他两边都有状况 人家就讲的 伸手不打 不打笑脸人 做生意的脸带微笑 其实就是食伤 身材 讲话 微笑 他其实都代表食伤 所以各位祸从口出 等一下 讲话让你赚到钱 各位就知道言语重不重要 很重要 所以各位多多训练讲话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在这边 大家下次有缘再见 拜拜